臺灣武漢肺炎第十例確診 確認第十例的台商先生 和第九例的確診太太 屬於家庭群聚感染 不會升級為一級開設 這位先生並沒有發燒 所以他只有流鼻水跟咳嗽的症狀 他的太太一被通報之後 先生本人雖然還沒有確診 但是已經是在居家隔離的狀況 證明台商丈夫12號從武漢返台 21號出現流鼻水咳嗽症狀 皺醫被診斷為感冒 目前已經痊癒 但除夕到初二期間 接觸過的親友人數 粗估約有12人 將會隔離觀察到2月7號 現在來講就是 我們也可以分離出病毒了 我們在科學上也可以分離出病毒 臺灣成為全球第四個 分離出病毒株的國家 是否表示研發疫苗有望 專家這樣說 至於培養出病毒的意義 主要就是說我們只要培養出病毒 我們就可以來發展 診斷的工具 我們可以利用這支病毒 來尋找有效的藥物 然後同時也可以利用 這個病毒來製造疫苗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通報定義也跟著調整 第十例的武漢台商 一開始未被確診 就是因為1月20號的通報定義 為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到了1月24號才改為 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最後在1月31號定義更放寬為 有接觸過中國大陸湖北凡國者 有發燒或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人 武漢肺炎發威 任何可能病例都不敢大意 三零星王 黃市長 光說一台的老